今天我们开场很不一样 这次要用豆干和芦笋来做一道露营料理 之前我有分享过三集的露营料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次要做的露营料理是 水饺皮春卷 水饺皮真的是万用的食材 可以用水饺皮来包水饺之外 之前我还有做过水饺皮馅饼 这次要来用水饺皮做春卷 这道料理除了煎香 还可以当成BBQ的烧烤食材 中秋节大家有习惯BBQ吗 如果想要轻轻尝胃的话 不要烤肉的话 就可以选择今天分享的这道素食料理 卷起来后一样可以拿来烧烤的 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 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池芭拉妈 让芭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 新师傅跟大家分享 还有大家好我是Kiss点芭拉妈 看影片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豆干和芦笋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12条的秋葵 把秋葵的蒂头去掉不要 这次买的是很小条很细很嫩的 因为我想说水饺的皮这么大张 就刚好让它的形状是这么长的长度 如果买长一点的秋葵就要剪一半 秋葵切一半 夏天吃秋葵 我最喜欢做的料理方式就是凉拌 烫一烫 放一点树蚝油 或是一些拌酱 就很好吃了 把秋葵放到盘中 准备半包的芦笋 把芦笋的外皮削掉 这里的部分比较粗 所以给它削掉比较不会有纤维感 吃起来会有纤维在嘴巴的感觉 从一半开始削就好 上面其实很嫩 把芦笋切成三等份 把芦笋放到盘中 玉米笋准备6条 把玉米笋切一半 一半 一半 玉米笋 玉米笋 用煎烤的方式 煎烤起来 会很香 它本身有一点甜味 把玉米笋放入盘中 放入盘中 准备6片豆干 豆干 豆干我是想要来模仿肉片 而且豆干的蛋白质蛮高的 把豆干切一半 切成片状 有的比较厚的可以切成三等份 把豆干放入盘中 准备水饺皮 现在可以来包了 把豆干放到水饺皮上面 芦笋 可以放一个头上来 这样子包起来会比较美 玉米笋 然后用水在水饺皮的周围 给它沾湿 要卷起来 这样子一卷就完成了 再来做一个 现在可以放秋葵进来 刚刚做的是放玉米笋 可以卷起来了 这次来做一个黄色的玉米笋 里面的蔬菜大家可以做变化 这是我想到说可以这样子配色 然后又有蛋白质 我都做好了 现在可以来煎了 今天要用这个瑞士瑞康乌 不沾多功能节能烤盘来做菜 它很轻巧 可以在家中的瓦斯炉上面使用 也非常适合带出去户外露营使用 搭配这个庙管家的不锈钢 双燕瓷西式休闲瓦斯炉 就可以到户外做出很多的露营料理了 我觉得中秋节BBQ用来烧烤 平常在家做一些煎烤料理都很实用的 除了煎烤 其实可以用来做整锅的炖饭 还有披萨 煎饺等等的 这个做炖饭 可以煮到两杯的米量 差不多就是四人份 这个烤盘是重力铸造的 材质是铝合金 不沾材质结合阳极固化工艺 提升了硬度更耐用 它是烤盘也是平底锅 也可以算是一种炒锅 它的木手饼还可以当成手机架 放着手机 一面煮饭 还可以一面看食谱或是追剧的 有点焦焦的 快要金黄色了 现在放入一点水 然后盖上盖子 让它焖煮 我焖了五分钟左右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皮的状态 是有一点透明透明 它有点变熟了 就可以给它翻面 青菜也看起来有变成翠绿色 有熟了 现在把另一面给它煎出颜色 全程我是用中小火煎 继续再让它煎 这时候可以涂上BBQ酱了 涂上薄薄一层 有人问我素食BBQ酱 可以到哪里买 这是我到素食材料行买的 再继续让它煎 现在可以翻面 让它烤一烤 有酱料的这一面 现在我就是转中大火 来给它炙烧 给它烧烤 我盖上盖子 大概让它煎一分钟左右 现在这一面 有烧烤酱的这一面 已经变成金黄色 有酱色了 全部给它翻过来 可以关火出锅了 来试吃水饺皮春卷 刚刚在炙烧的时候 香气一直不比好好吃的感觉 我要来试吃了 外皮好脆喔 很香 我觉得这样子的BBQ很健康 因为有蛋白质 也可以吃得到BBQ的感觉 好好吃 没有很咸 但是就是很香 带有一点点的BBQ的香味 蔬菜清爽清爽好清甜 脆脆的口感 大家中秋节啊 可以齐聚一堂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帮忙包 包起来之后呢 就一面包一面煎 和乐融融 好好吃 好了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好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 追踪Facebook还有IG 我们下道料理见 拜拜 这个烤盘常够连结 在影片下说明文喔